那接下来我就先建立资料库 然后滑续右键点这个资料库 新建资料库 我建议你这边建的资料库就叫selection name 那因为我这个资料库不是筛检资料 所以当然我可以建别的名称 那假设我就先建跟你一样 你到时候应该会建的selection name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点这个确定就好了 那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叫selection name 好那这底下现在目前完全没有任何东西 我现在要把那些档案光碟里面档案 我先扣到例如桌面上 所以接下来我就可以直接用滑续右键 开启这个档案 selection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来去做开启 所以点它 点它完毕之后呢 它现在在读入这个档案 可是还没有放进去哦 你看这下面还没有任何一个资料表嘛 然后接下来它会说 这个这些这个档案这边这就是结构 这就是那个selection server里面的structure 这下面这边insert data 就是recode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结构下面有资料 那它现在是说 这个档案哦 行为结束符号不一致 只是下面这边 它档案结束符号是不一致 所以要不要让它变一致 要不要把这个后面符号变成一致 我们就选择是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哦 接下来你要点一下这个地方哦 你要点这个地方 你点了这个地方意思是说 等一下我要把现在这个资料表 放到它下面 放到这个selection name下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点直行 其实是这边就可以选了 对就是 你要一定要选的selection name的database 对 这边 其实在这边选 然后 不过这边其实是相对应的 对 然后接下来 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资料表 我们游标随便在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就点直行 然后等它跑完 它就会放进去了 再稍微等一下 这边有看到吗 正在执行查询 就要等它跑完 因为我们那个资料量到时候 可能会非常的大 然后 重新整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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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表 然后 资料表 对 这边就会看到一个 刚刚 我跟这边一模一样的资料表名称 这个叫做 这个 CHMAM197 嗯 就这一个 所以 所以 假设你这边有 十个 因为 因为四癌塞减 一塞的 名测 未塞的 名测 这样有八个嘛 所以假设这边有八个檔案 嗯 我现在只四癌嘛 一个癌有两个 所以这边应该有八个 所以相同这动作 你要做八次 可以 先